爛尾单位 这家的装修公司和业主签了8万元的合同 他包办了装修 装了一半 然后惊吓了 他说我这家也不要了 卖了 这些位置 那个公司终于不油白 因为你已经封窗 也有和装修公司吵架的原因 就是由七计价 只计算到这个免费 即是你想要出来这家 入家钱 对 最不想要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的房租都没有重新搞过 这些是工业料 大批量出产的 只剩下3.5粒就可以了 晚晚7点看容易 玩具生活So easy 玩具生活知道多些 Havy告诉你 2024 超容易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很特别的单位 这个单位是我听完Havy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强烈要求我们来这里拍一拍 讲一讲 这个故事由Havy讲完给大家听 其实这个单位是一个难尾单位 是我一个朋友的父母买了给他 然后他包办了装修 装了一半 被儿子惊喜的时候 然后惊吓了 之后的儿子就说 我这家屋都不要了 卖了它 这家屋装修公司 和业主签了8万元的合同 8万元的合同 清墙的时候就结了6万元的货币 现在看到的就是6万元的货币 可能再加上2万元的门 为什么我这么想祝你来拍这个位置呢 因为市面上装修的价钱真的有很多 有几万元 十几万 二十几万 有些装修六十几万 都是讲装修 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原来8万多元的装修 大概有些什么 还有它的差别在哪里 讲一下原来这里是这样装修的 还有我们是怎样装修的 我想相信这件事 才是观众朋友 比较想知道的事情 欢迎在平凌区 大家一路聊天一路交流 事不宜遲 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讲起呢 其实就和专开始讲起 一般都是由选砖开始的 因为最早入场的泥水工程 选砖方面 这里是有三个规格的砖去选择的 厨房的长身 全屋通铺的地面 还有洗手间的砖 这里的厨房长砖是用了400x800的砖 这个叫做瓷片来的 因为这个规格300x800x800 都是瓷片来的 这个瓷片是直接用水泥漿去铺贴就可以了 哦 它和我们的砖不同 是不同的 我们的标准是用1200x600的砖 兼且是用全瓷砖 我们需要用瓷砖胶去贴 场面要做一次归屏 之后用瓷砖胶贴胶去粘贴上去 看到我们的视频多都是 大多数是用到米5x750的砖 因为我们要中间的砖缝 我们要尽量露出来 所以经常用到这个规格 而且我们一开始报价 已经直接报到这个规格 所以工艺和选择的材料 完全是两件事 可能差的等级是不止两个等级 规格升到1.5 那我们公司有没有这些 我们公司是没有这种砖去算的 自己都过不了就无谓推给别人了 我们有小规格砖放在展厅 但是仅限于艺术砖 手工砖即是有特殊纹 粒特纹才有小规格的砖 正常的话我们的大面积的铺贴 全部都是最低级1.2米 所以工艺和样式上已经有很大区别 而且地面这种可选择性都很少 其实它可选择性是有的 不过一般都会先提供800x800的砖 因为你想一张单我先百万多元 但我没有可能在砖的价格上会给较更大的规格 因为它全部都在公司里面的财质 尽量以不加钱的形式去换取全屋的材料 要么你就很将就做完这种屋子 你什么都没理 所以最终就装到屋子都不想要了 有什么比什么 它已经是在这家屋的装修公司里面 运了觉得最帅滋的这款 灰色的800x800的光面地砖 因為這款地磚是在市面上最便宜的 好 我們說完磚之後 這間房子我還留意到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是要花很多錢的嗎? 因為我們極少見總電站會在梳化上 這個就輪到這間房子的隱蔽工程 隱蔽工程的水電計價是一層屋 收一萬元以下的造價 因為總價才八萬 所以它做了一件東西 強弱電商是沒有辦法去做熱位的 成本不允許 兼且有一件東西就是 繁花利的無皮工地 包括現在很多的無皮工地都一樣 它是有預留扇盒位置的 預留了底盒在這裡 裝修公司入場 它完全移動底盒位 它就可以利用底盒原裝穿上去的管位 它是省了很多的報館費用 基本上沒有報館費用 所以它只有線材和那套 這兩套東西的價錢 它原本在什麼位置 最多在旁邊加多一個盒 它不會再多位讓你離開 那如果好像我們做呢 那這些我們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是做整裝的 我們全屋規劃連櫃體規劃 規劃了櫃體 我們就會收拾強弱電商位 會在這個位置 那很多東西要重做 對 一旦強弱電商移位 涉及到所有原開發商 預賣的管線位 我們全部管線都要重組 所以我們的毛皮工地 我們的報價一般都是200元一平方 一次過走運全屋 跟點位數都會跟他們的區別 因為我們是做無主燈 上電盒電源電機和燈帶 這些東西全部都齊了 所以從這些數量方面 原裝的線管本來就沒有辦法支撐 我們報那麼多的點位 所以這個價錢上又有很大的區別 是點位數是會比這個單位多一倍的 正常我們沒有做規劃的情況 用它軟位便會造成一個問題 後期的定制公司入場的時候 它找不到線 再安裝一個插座在中空位上 因為這個一定是樓中空位放對港機 這個中空位是沒有電的 沒有燈的 只能這樣做一個櫃 就不會發光的櫃 會在這裏 其實你講到這個櫃的問題 我還想到一件事 比如說這間屋裝修百萬 但其實它不包貴 那你做貴又有好幾萬元 待會我們再計算一下 要補充錢 其實你聽到的只是裝修價錢的一部份 通鋪完地面之後 這個單位也是有做風窗的 八萬元已經可以做了風窗 但肯定只能做單層玻璃 單層玻璃的風窗 這裏是可以的 它不能夠實性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插後面的欄杆 因為它將欄杆作為窗的其中一部份支撐 支撐位的著力點 對 它是撐著這裏令整副窗硬 這副是單層玻璃的最簡單的風窗 遺漏了巨大的衛生死角 這些位置你怎麼抹得到呢? 沒有辦法抹得到這些位置 那這種風窗的價錢當然是 對半人都不知道 那我們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的標準是最低起標 我們是要用2.0的鋁材 加6的玻璃去處理 6厘加6厘的玻璃 做斷橋裏系統窗 這些面大多數都是 當然我們如果做推拉窗風窗的話 全部都是用雙材玻璃去處理 只有極個別的位置 我會跟業主標識 我會說這個位置可以省一點 它是做單層玻璃可以的 我們會再另外計算一下 我們的正常標準就是雙層玻璃 所以這裏的價錢又差很遠 是 其實已經有一個雙倍 OK 那這些位置 那個公司終於不油白賣 因為你已經瘋槍 我們看裝修片都會見很多 也有跟裝修公司吵架的原因 就是它的油漆計價 只是計到這個面位 即是你想要出來這裡 入價錢 沒錯 所以它是逐樣逐樣來的 因為這件事是 它就涉及了重新造出的重新計價的部分 計價標準就是標準土耐空間不貴甲局 還有一個幣端就是洗手間 我們說一下 洗手間是剛才也說到磚 磚是用了300x600 地面是600x600 它都會提供整套完整的結具給你 那款式就見人見資 這個貴就變了一點 我們說的裝修 我們只能說油 其實是整套完整的 也有一件事就是 房水是不會跟它重造的 在價錢裏面 洗手間房水很重要 開發箱是有房水的 開發箱即使是木坯膠樓都會有一層房水給你 這層就是原裝的長身防水 下面有一層原裝的油性防水 都是開發箱原裝的 怎樣看得出原裝呢 其實都很明顯 因為後造的防水會有另一層上來 在這些位置 這是原開發箱的長身 它沒有做和油造很清楚 舊那層橙再加進去 負著力就不是現在這層的樣子 所以它也是最不想要家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它的防水也沒有重新搞過 因為原裝開發箱 它只是交樓 交這層樓五年的防水側報 五年其實到你搜的時候已經去了兩年 只剩下三年 只剩下保證的三年五樓便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標準是怎樣 其實正常都是五年的標準 但是我們就會用正常比較好的家裝料去做 這些是工業料大批量出產的 只要保證不漏就可以了 那我們會剩下它 我們是剩下原開發箱的重新做過的 還要做兩次 因為底部布館之前做一次 布館之後做了一個尋箱封蓋 再做長身分兩次做的 防止開發的長身防水失效 好像這個單位一樣 全部都做到現在 距離完工 好像加了我們平時做的電器 這條還要花多少錢 做完呢? 底部現在做完門窗 合縫底是百萬多元 這是百萬多元 我們還要做廚櫃 三邊櫃 三個房間的衣櫃 大概是七萬元左右 五萬多十六萬元 對 我們還要補空調 我們也是包含空調 空調加起來之後 要兩萬元 兩萬元 這裏大概十八萬元出頭 十八萬元出頭 看看這間屋 以我們的標準做硬妝合同 最少做到十八萬元 好像這樣的情況下 他做到十八萬元出來 這個單位 而且你還要各個師傅之間配合 師傅來 你這裏 搞不定 你的電製不適合位 你又要收拾它 你這裏電製沒有電 搞不定 你又要收拾它 這個東西很噁心 要是你買幅畫來遮 要是你又重新再調整一下 這些也是錢 所以其實你自己去找裝修 和你應對這麼多方面的標準 和最終你找一個人 那好像我們來做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形式的單位 我們最簡單的裝修 標準大概是怎樣 其實是有間的 江口也是你的小區 那我們馬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同一個屋 遠的都是毛坯做出來的單位 看來完全不同的感覺 但我很想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在樓下計算了一條數 大概是18萬多 那我們做不做得到呢? 其實18萬我們做不到樓下的單位 我們只能拿回我們現在的單位 剛才那間是80方18萬 我們這間是90方27萬 去對比 那戶型格局上有沒有不同呢? 這個單位是多了一個洗手間 多了一個洗手間 廳的面積大一點 那麼我們逐樣去跟觀眾朋友說說 如果按照我們最基礎的標準 我們做了些什麼? OK 那麼我們強弱電商 我們沒有做一個特別的移位 因為我這間屋也是做了輕微的硬改 所以這幢牆身完全拆了 它是只靠一組櫃做遮擋 到後面的廚房 這個位置我們全櫃體做出來的 當然也是滿足基礎需求有廚房門 就會看到全櫃結到這個位置 哦 它後面是我們的版材 是的 盡量擴大廚房 它是含了全屋蚊網的 這個單位 這個是業主選購的設備 我們冰箱這些都是業主選購 是不在廚房門裡面的 基礎燈具沒有做無主燈天花 我們有封管機 是的 封管機也是選擇做封管機的 這個單位 然後就一組電視櫃 立櫃加橫櫃的結構 簡單的做法 都滿足了掃地機上下水的需求 其實考慮設備 我覺得是一個跟別人很大區別的地方 對 所以配套外面有一個巨型的家政櫃 掃地機的管路全部都會出過家政櫃 這個單位是沒有封窗的 但是做了一組巨型的鋁合金家政櫃 這個是貴的 鋁合金是比較貴的 所有設備放進去之後 不封窗都可以有一個遮囊 OK 這邊也有磚上場 對 大磚上場 我們配合我們沒有邊框的門 即是無框體的門 直接到大廚房磚轉到公共洗手間 很勉強的 一個標準的公共洗手間配置 鋁合板的天花 咪二磚的場地面一體 我們的標準洗手盆 加長鏡桂 這個高級很多 對 我們提供的標準件 就是無框一體盆 對 好 那我們洗手間裡面的防水呢? 當然是重造的 當然全部都是重造的 這些天花都有重新 所有的粒槽位都拉平了 雖然做得很基礎 但是我們要把所有不好看的位置修飾 所以會顯得給剛才的乾脆 還有多了一條邊線位 就通了分了場地分析 這些都是我們最基本的標準 對 就是標準客房 逢山還有櫃體 對 門口衣櫃 一圈邊線沒有做盒子燈 它是用主燈的 還有我們經典的窗簾盒做法 電動的窗簾 電動的窗簾是軟裝項目 但是我們一定要留電位 多兩個射燈仔 還有我們做出來的冷氣 一定是沒有露珠腸 這些都是重新排一次位 對 進來這裡 也是有格局改動的 有 這裡原先是走廊位 先來這裡 我們把房間打通了 全衣帽間結構 所有的空調 壓頂 衣櫃全部都做足 OK 當然窗簾都會留下電位 這個業主全部都做到電動窗簾 OK 所以我們看到櫃體 肉眼可見是多了很多 是的 主人房的衣櫃 其實只是轉移到衣帽間 我們作為一個三方來計算 其實是很標準的 這個27萬的造價 這邊的洗手間和公圍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兩個的感受差別非常之大 先從硬直上來說 這邊是英俊很多 比起剛才那間 就算他執完 因為他整體配合 這個是整裝的區別 所以我有點理解到 我們公司有些單位 因為我們的材料 沒有這樣的材料去選擇 當時你做的時候 一定是過得到自己交出來 大家回來灣區生活 是希望我覺得更舒適的位置 是的 我們公司是有正經的設計師 是銷售型 真的和你交往做考慮 所以綜合這些情況 可能你看到裝修總價上 我計算剛才的執門是18萬 這裡我們27萬 但是多了一個廁所 所以整間房子的差別 就不止那幾萬元 是整個生活質感的提升 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今天抓了Harry來做兩間房子的對比 是說明大家聽 原來裝修的區別可以有這麼大 但價錢差異其實並沒有這麼大 你當然想要有品質的東西 就算是鋪貼的工藝 都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們都涉及到 就算再基礎屋 特別是無比來說 我們都要做基礎要有的輕微的改動 特別是廚房那裡 這間房子改動最大就是廚房 你看看這個廚房和我們剛才看到的廚房 差別多遠 所有東西都完全配合到 包括磚、電位、電器 全部都考慮了一個整體配合程度 所以你居住的體驗當然完全不同 我相信大家回到灣區生活 我想為了那幾萬元的差距 而放棄更舒適的居住體驗 絕對不是你當時買這間房子的初衷 也是我們公司希望交付更高質量的居住體驗 所以今期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兩個工地的對比 下期節目就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資訊 希望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再做選擇 你可能會煩惱 這麼多樓盤 應該怎麼選擇 我們相信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同 所以我們零壓力看樓 定制路線 一對一地帶你體驗周邊的配套 慢慢看慢慢選擇 而開通水電煤 駕駛證 居住證等等 都是免費的標準服務 裝修這麼大件事 最重要是做得放心 交付得有保證 容易有Harry Francis Mambo Freddy Sherry 我們每週最少有兩個落地的案例分享 每個案例都是一份交付的承諾和信心 這麼多案例都是實實看得到 放心交給容易 喜迎新居入伙 找容易 輕鬆點 從了解本地生活到買樓裝修 拿包入住 我們很有信心 令你滿意體驗我們的全程服務 馬上聯繫我們 開啟你值得期待的灣區生活